請陳主委 陳主委請 陳寶好不好 陳寶是啊 陳寶是找董事長 陳上誠 陳董事長 請 陳主委好 陳主委齁 我們這一次開會的一個重點 大致上是針對存保的相關的法令做一些規範 我記得在慶豐銀行經營不善的時候 我們儘管會曾經發布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支接管 以後就是要由市場自由競爭 如果再有經營不善的銀行發生的話 就由存保去接手 不要再由公營行庫去接管 有這樣的宣誓嗎 是未來的政策就是說 將來的這個 我們的那個重建基金 新種重建基金 也移到那個存保那邊去了 移到存保那邊去了 一百年以後就移到存保那邊去了 那以後的話大概整個處理也都由存保公司來辦理 是 這個制度上面齁 我想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對於存保 希望他具備 他應該有的功能 不要到最後每一支銀行經營不善 然後都是要由政府去接手 或者公營公司去接手 然後又由全民去買單 好像經營 銀行的這些金融業者 他們都沒有責任 搞不好這件都是我們的 我想你們應該會貫徹這樣的一個理念吧 那這一次我們在修正存保條例裡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是要把一百五十萬提高到三百萬 然後前額保障的這個 這個做一個退場機制 主委 原來是原來我們已經提高到三百萬了 那現在就是說配合這個存款全額保障機制到年底退場齁 我們已經把這個原來的存款保障的從一百五十萬提高到三百萬 那這一次的修正式再把這個外幣存款納進去 另外一把利息也納進去 是這樣子 納進去這個存款保障的範圍裡面 第一個齁 可能會發生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三百萬 跟過去的全額保障 當然有一段距離 那這樣子對於整個金融市場的這些存款的這個存款客戶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齁 絕大部分的客戶都不會有影響 因為齁我們大家統計過齁 這個 把它提高到三百萬的話呢 受保障的戶數其實已經提高到九十八點六 所以就三百萬以上的部分的話大概只佔百分之一點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大合存款戶 佔的比例很低 所以對整個存款的這個不會影響齁 就是說整個基本的結構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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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們這個事業大額存款的問題 我們這個要求他們說這段時間是不能夠去動 那相關的我們也去注意一下其實都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而且相關的他們一些存款的一些評估的辦法 也都沒有去處理 也都沒有做一些變更 那再來的話就是其實還有一條黃線 也要拜託中央銀行這邊隨時準備著 那我們現在跟中央銀行 跟其他相關單位我們也成立一個應變小組 那也就是說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我們隨時會採取應變措施 所以這次的處理應該算是相當的作嚴 我們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 主委齁 當然我們希望說 你會 根據你剛剛所做的萬全的準備 我們在整個存保的制度 或存保的這些規劃 有變革的時候 不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那你剛剛講到說你們要求公營行庫 不可以在大額存款裡面在民營行 民營行跟公營行這邊游動 所以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 你有要求公營事業嗎 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 他們的存款 從民營行搬到公營行裡面去 沒有沒有 這方面我們查過了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也報告過 他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去改辦法 說什麼要把這個辦法 這個提 弄得更嚴 所以以後的存款都不會放到民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剛剛我們也非常感謝財政部長市長這邊 他也這個 也這個剛剛也跟這個 我們財委會承諾 一定會要求各個公營事業 就是財政部所下的公營事業 不會說這樣再存款 當然我們希望不會啦 但是我們也希望你要嚴加注意 所以你們下達的命令 希望我們的國營事業裡面 或者是我們的總國營事業 大家一定要遵守這樣的規定 我們不希望說 在年底退場之後 將來會產生什麼樣金融上的風暴 這是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 那存保的那個 總經理 什麼總經理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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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主委 這一句話 我想我要請教你 就我們有關存保 在我們這個法令修訂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準備 將來怎麼樣來維持我們的 所有金融行庫的這些保護 這些存款的一個保障 將來這個保額是提高到三百萬嘛 那那個外幣存款也會納進來 甚至存款的利息也都會納進來 如果今天這兩個條文修正通過 我想對這個存款的保障會更提高更加倍 有沒有考慮存款的費力調高還是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這樣 保會費力一定要 已經有 都已經現在差不多 金管會也差不多定案了 大概 你講一下啦 我到底定什麼案啊 不是有費力 費力的提高 委員不是問這個保會費力嗎 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 這主要是牽涉到那個 存保財源的問題啦 因為他之後他要負責整個金融安定嘛 這財源 那這個有一個目標啦 是存款的 這個 我們的基金 應該達到這個所有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啦 那我們現在最近有這個調整 大概我們這個銀行區這邊齁 也在跟各銀行齁這邊協調 那大概現在已經有共識了 那照這樣一個調整齁 大概就是說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大概在未來的一段期間可以達成 那這個費力的話 我們 我們大概最近很快就會合定 那就會把現在的 合定了 你整個頭部大家 原來的話是不是 貴區長這邊來說明一下 貴安全 是 報委員 現行的費率 有 有 萬分之三 萬分之四 萬分之五 三至四 萬分之六 有五級齁 那他的級距只有萬分之一啦 就沒有差別 那未來就是改成 有差別 就是他級距改成一二三四 那以後 我們協調的結果 跟銀行協調的結果 就是 他的他的以後的 保費的 這個費率 就是萬 保額內存款是萬分之五 萬分之六 萬分之八 萬分之十一 萬分之十五 嗯 跟世界各國比起來怎麼樣 跟這個我們是比較中庸啦 比較中庸 像美國的話非常高 美國那個保費費率 比我們高了好幾倍 我希望這個 調整了後 還是要回歸正常的運運機制 這個是我 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陳主委 我們剛剛在講 納到 要把這個存保 外幣納入這個 這個保障的範圍裡面 啊人民幣的部分怎麼樣 因為現在你不能買人民幣 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還不能買嗎 蛤 我們現在還不能這個 去這個 怎麼講呢 自由買人民幣 我們不能有人民幣存款 不能自由買 買人民幣 不是 我們現在 你現在提早因應啊 我們現在是要兩萬啦 可以換兩萬一啦 那是就是一般的這種 零用金這樣子啦 那 如果你將來把它定義成外幣存款的 可以作為外幣存款 當然你就納金保障嘛 那現在沒有納金去就沒有保障 沒有 陳主委齁 現在是ECFA 我們兩岸在簽ECFA之後 兩岸的這一些 包括這些 流動會越來越高啦 那將來 假設說我們 很多台商 在大陸他們也是有人民幣嘛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人 擁有人民幣嘛 像這一些保障的部分 我們要提早去做一個因應啦 就是要配合他啦 如果他將來是納進去這個 可以納進去外幣存款的話 那當然他就納進去保障 如果沒有納進去 那就還沒有保障 就這樣 這個 他就看將來之後的發展啦 我在想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應該要提早 像這一方面的部分 我們要提早做一個因應 做一個準備 我們會注意這個事情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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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